好了,最后一个呢,二呢,就是指的冰箱和冰柜了,包括家用的和这个商用的,这个冰箱呢,没什么太大讲的,我就提醒大家一下,大家看看这也是客户家的这个照片,然后呢,这是我们去的时候这个样子,然后呢,给它做完了以后就成了这样子了,然后呢,这是清理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这就是他家的这个,这叫这个什么,什么给烧了。压缩机给烧了。压缩机给烧了。压缩机给烧了。在那个后面,下面的后面。对。靠墙那个呢,它完事以后,它会往前去,或从这个前面往回抽,你不同的冰箱不一样,然后呢,你又看看后面,后面要是不是特别脏,那说明一般是从前面往回抽风,那你前面会特别脏。 它这个呢就是在前面 就是底下那个吗 对 它底下 然后它这个你看到的 下面那一块我们清洗那呢 它是有个白的盖盖的 其实你正常你是看不到的 你必须要把它盖揭开 然后你才能看到 所以也挺讨厌的 那你平时不知道啊 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坏了 所以这个呢 因为这个冰箱本身价值也没有多高 然后很多客户说 我们家冰箱坏了 来给我们修一下吧 我们就先问他 你们家冰箱多少钱 要是六七百五六百就不要修了 因为加上人工费 加上配件费 可能买个新的了 所以这个呢 大家就注意平时自己保养就行了 然后你要不要把这个冰箱 推得太靠墙 它就堵住了嘛 然后你也可以经常的 弄出它来看一看 脏了的话你就自己清理清理 也可以延长寿命 然后因为我们去修 你家人工费配件 就很不划算 还不知道能再用多长时间 尤其是换个压缩机 对 压缩机有好几百 没意思了 然后还有这是商业上的冰箱啊 冰柜啊 其实都是属于这个R的范围之内的 这个就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也是和那个冰箱差不多 如果有开商铺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自己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